就是这一球让瑞士特快车费德勒和西班牙蛮牛纳达尔 这对世纪组合在三盘大战以1比2落败 费坝跟纳达尔两人含笑相拥 也不忘跟对手急掌拥抱祝贺 不过当费德勒与队友握手相拥后 却忍不住掉下男儿泪 职业生涯最后一战却无缘完美据点 回顾这一场拉握杯双打赛 费德勒联手纳达尔的梦幻搭档 第一盘先下一城 第二盘就陷入苦战打到抢7 第三盘缠斗更久 历经抢10激战 花了两小时16分 还是不敌对手落败 让费德勒留下些许遗憾 费德勒情绪久久不能自已 不舍得告别球迷 含泪感谢球迷长年相挺 尤其对于妻子的支持 更让费德勒情绪溃提 连纳达尔也哭红双眼 41岁的费德勒夺下20座大满冠赛冠军 其中更是在温网美网完成五连霸 纵横网谈24年缔造多项记录 如今隐退让粉丝相当不舍 费德勒告别战先起体坛暴动 VIP套票罕价千万台币 一票难求 粉丝特地穿肺霸冒踢致尽 网球界的草地之王山普拉斯 也特地拍影片致意 尽管最后一五三盘吞败 但费德勒写下的网谈传奇 球迷永远不会忘记 三里新闻杨俊宗报导